单看其名字已引起逼者极大兴趣,只因极爱看此类独角戏求生电影,以往变步伐佳作,例如汤汉斯所主演的《劫后重生》、《Castaway》、麦迪文主演的《火星任务》、The Martian、Wolf Smith主演的《魔尖传奇》、I'm Legend、李安娜杜迪卡比奥主演的《复仇者勇》、The Revenant、James Franco最主演的《127小时》、《127 hours》等。 处理此类题材的作品,《荷里活有其一定方程式》,其中逼者便联想到《太阳神13号》、《Apollo13》的故事。 在该片开拍之时,曾有人向导演朗侯活提出质疑,为何会选择汤汉斯主演该片,因其外形气质不太像太空人,但导演却妙问妙答,为美国人最爱他,不仍看到他受苦,所以若他坐在士林的太空船上,大家便会为其安危招紧不已, 暗地里为电影平添了一份意外的张力。 由是如此缘故,电影公司在拍摄此类独角戏域显电影,主角多选择那些观众喜爱的男明星,除了观众爱惜他们之外,男性一般在野外的求生能力总较强些。 此题材如今落到西班牙导演手里,却反其道而行,让名气不大的女演员,去饰演行动不便的孕妇,独各而困在海上飘荡的货柜箱里求生。 此类电影,一般包含三个必需元素,就是,一,主角处于一个叫天不认,叫得不闻的环境中。 二,他手上有些看似没用的资源,却可以供其发挥。 三,主角身边总有些东西在绝望的时候抖擞振奋其精神,例如排球、相片、或婴儿。 本片导演便明显懂得发挥这三个元素,更特地设计原因,解释为何年轻的女主角会碰上如此困境。 话说她来自极全国家,该处严厉控制生育,为了顺利诞下腹中婴儿,唯有跟丈夫偷渡她国, 起料途中遇上意外,剩下她独各而留在货柜箱里,于茫茫大海中奋力求生。 电影花了一个小时以上的篇幅,描述她由六神无助,手忙脚乱,到冷静下来, 运用货柜箱中大批看似没用的物资求生之过程,倒也拍得一板一眼,毫不沉闷, 中间更夹杂着绝境欲婴的情节,足可成为不少孕妇的另类应急教材。 而女主角Anna Castillo曾参演不少西班牙的电影及电视剧, 与本片亲历演出几场困境中歇斯底里的演技发挥,演绎的逼真具感染力, 就连那个小女婴的双眼及神情,也充分配合她, 使到冷冰冰的货柜箱里,平添一份同舟共济的温馨亲情。 最后,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。 请在YouTube上订阅、点赞、给予正评。 谢谢。 谢谢。